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 放心 我都检查过 完全没有问题 你看 那里好像也是我们小时候拍过照的地方 那当然 过目不忘 可是侦探的必备技能 其实那天我征得谢阿姨同意 把相册里的照片都拍了一份 真是不好意思 你们邱叔叔今天临时被叫去现场勘察了 其实他也想你们想得紧 是啊 科研工作难免会有突发情况 说起来 前阵子我在自然期刊上看到 您和邱叔叔最近是在分析岩剑山中溪流的水汁 小燕还是和以前一样 很关注科研资讯呢 没错 沿剑山山脚那块的土地不适合农耕 山中溪流又分布得广而浅 自然捕牢也不乐观 所以那里的村落 这些年发展得一直不算好 我们就想试着看看这里的水汁 能不能尝试人工养殖 吸水分布广泛的话 水中含氧量和钙离子含量都会比较充分 可能会适合一些假壳钢的水生物 正是这样 我们也发现它 很适合用于饲养虾类和蟹类 所以最近也准备向政府提交报告 建议对沿剑山周边的村落实施扶持 有规模地进行虾类养殖 临时遇到些问题 他需要去处理一下 对了 你们以前也跟着我们一起去过 沿剑山哪 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你们还小 估计是没什么印象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沿剑山考察 你妈妈刚好也有事来这边 我们听说沿剑山风景不错 你们两个又刚好在放假 就带着你们一起去了 我想起来了 那时候还拍了很多照片 你们等我一下 你们看 从这一夜开始 都是我们那次去沿剑山的照片 我 我小时候是好动得掉 是啊 那时候我们一不留神 小燕就不知道会出现在哪棵树上了 怎么连谢阿姨 有好奇心是好事 要不是小时候就这么有探索精神 小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博学多才了 你害怕 是 啊 好 那里很多景色都很美 可惜当时是第一次去 很多地方都没走到 后来 我和你们邱叔叔又在那里 见到过很多特别的风景 比如有一个位置的落日很美 而且很独特 独特的落日 因为那里的地貌特别 所以日落的时候 比起看 更像是我们走到了夕阳中间 可惜我们当时忙着观测 没能带你们看到 不如我们再去一次吧 对啊 我们不是刚好准备在汽水市 玩几天再回去吗 要不干脆 就去沿剑山走走 说不定也能找到 谢阿姨说的那些 没见过的美景呢 走吧 说不定到了那边 就能想起一些 当时的趣事了 当然 再创造一些属于我们的新回忆 也不错啊 你们准备这些天就去吗 那能不能帮阿姨一个忙 是这样 我们近期准备提交一次水质分析报告 想要以沿剑山溪中的虾蟹活跃程度 作为辅证 不过这几天 数据分析时间也有些紧 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能不能拍一些山中虾蟹的照片回来 他们平时会躲起来 但用水草吸应该就会出来 这个不用担心 虽然不是专业做这个的 但以小燕参加生物奥赛事学的那些知识 也不够应对了 我会发几张参考给你们 照着做就没问题了 谢阿姨放心 这事就交给我们了 想到一块儿去了 我也正有此意 这个不用担心 反正我们也没安排别的行程 这几天都会来沿剑山这里 而且谢阿姨说了 投放水草之后 等虾蟹出来也要一段时间 我们刚好可以趁着等待的时间 去做自己的事情 pouv好了 我们平时就跟着手 是 靠近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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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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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